大家好,你们观众的相声up只有更新了 最近呢,特朗普被全网封号 其中最开心的啊,我估计就属佩洛西了 佩洛西已经没成了佩洛西西西西西 众所周知,佩洛西是美国政府里的头号董王黑 董王的粉丝对他恨之入骨 有多恨呢? 董王的红脖子被对,入侵国会大厦时 首先遭殃的就是佩洛西的办公室 他的演讲台还被一个哥们儿直接搬走了 挂到了EVY上拍卖 这哥们儿之所以会投演讲台 是因为他之前是做家具的,比较识货 佩洛西也有仇必报 事态平息之后,他立刻发起了对川普的弹劾 没错,董王都要卸任了 佩洛西还是不放过他 董王真的是给惨他妈开门,惨到家了 就佩洛西这种牙子必报的性格 估计董王卸任之后,晚年生活会更凄惨 同志们,保护我方建国啊 佩洛西在我看来,最强的是他的体力 08年的时候,已经78岁高龄的佩洛西 发表了一场演讲,创下了国会记录 为什么是记录呢? 一个10厘米的高跟鞋 这么细的高跟鞋,站着8小时 没有吃任何东西,连咖啡都没有喝一杯 连咖啡没喝,金巴克喝了吗? 对不起这梗太冷了 反正我觉得,这个体力换我,我是不行 而且,佩洛西的人生经历更是传奇 在进入政坛之前,他做了20多年家庭主妇 普通人做几年家庭主妇 想回归之上都很难 而他却能登上政治巅峰 为什么呢?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佩洛西出生于1970年 没错,今年80岁了 你看这照片像80吗? 他的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后裔 父亲曾任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议员 后来成功晋升为巴尔蒂摩市市长 一当12年 佩洛西的哥哥也曾继承父亲 当过巴尔蒂摩市长 总之这是一个民主党世家 佩洛西是家里唯一一个女孩 父母从来没有考虑过她从政 佩洛西的兄弟叫佩洛东 佩洛北 佩洛南 他爸呢是个挺大男子主义的人 即使他妈很有能力 还发明过美容衣 拿过专利 他爸也不允许他妈去工作 只能帮助自己竞选拉选票 从小 佩洛西就经常跟着父亲 参加各种民主党会议 长大一点后帮忙拉票 筹款 佩洛西在大学读完政治之后 去众议院实习 还参加过肯尼迪当选总统的晚宴舞会 但之后 佩洛西并没有步入政坛 而是当了一名家庭主妇 23岁时 他在北大学时认识的 保罗·佩洛西 改了姓 他老公是个投资银行家 婚后 佩洛西专心在家生孩子 一连生了五个 尽职尽责在家带娃 最开始的时候 家里不是很富裕 佩洛西连保姆都没有请 别有说保姆受不了这么多孩子 总之 忙得昏天黑地 想想能养大五个孩子的宝妈 也是神人啊 孩子长大之后 佩洛西显了下来 就帮丈夫在家里主持民主党集会 因为而是经历和人脉 佩洛西很会带人接物 在竞选和筹款方面也很有经验 毕竟他从小到大 耳濡目然接触大人物 也不会却场 后来 当时的旧军山市长 觉得佩洛西很优秀 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个政府职位 公共图书馆委员会委员 佩洛西也从此正式出山工作 之后 佩洛西和加州州长 杰瑞·布朗结成同盟 并且利用自己的娘家势力 帮助对方迎下马里兰州的选举 杰瑞·布朗也一路帮助佩洛西 成了加州民主党主席 佩洛西从政十年不到 就成为民主党内最要演的新星 于是 1984年 佩洛西打算竞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结果 这次遇到了翻车 事后 他也复盘了本次失利 其实还是民主党内的一些老油条 不认为一个家庭主妇可以掌握大权 这个时候呢 竞选失败的佩洛西有点身心俱疲 而机会也突然降临了 佩洛西的一个政治盟友 菲利普·伯顿的遗孀刚刚担任国会议员 但是却重病缠身 他觉得自己命不久矣 于是 他找到了佩洛西 想让他接自己的班 担任国会议员 把自己的势力都给他 佩洛西在一番纠结下 终于下定决心 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真正闯入政坛电动的机会 必须要抓紧 于是佩洛西参加了当年的国会选举 由于丈夫实力雄厚 佩洛西本人也善于筹款 1987年 佩洛西就被自己筹得了100万美元 是当时排名第三的最富有候选人 这里面有四分之一 是自己掏腰包的 佩洛西拿着这笔巨款 在电视上打广告 引起了很多竞争对手不满 多次用 或他在玩票的言论 来抨击佩洛西 对他的主妇身份 直直点点 佩洛西气坏了 凭什么家庭妇女都能当议员了 1987年 佩洛西成功当选众议员议员 打了这些人的脸 佩洛西的筹款能力是非常强啊 这让他在众议员的地位 也节节攀升 2002年至今 佩洛西给民主党 一共筹集了7.2亿美元 简直是一个行走的ATM机 2002年 佩洛西成为民主党党编 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党编 2004年 共和党出身的小布什连任总统 民主党哀红遍野 但是佩洛西并没有灰心 他坚信 安拉克战争最终会引起民众抵触 果不其然 美国后来反战情绪一直以高涨 佩洛西筹准机会 决定出手参选 众议院议长这个职位 众议院议长是美国政府中 最重要的官职之一 在权力顺位上 可以排到第三 就是说如果总统发生意外 副总统会接任 如果副总统也不能 那就只能轮到众议院议长了 2006年 佩洛西带领民主党 获得了众议院多数席位 自己也成为了众议院议长 2011年 佩洛西带领的民主党 没能拿下众议院多数席位 但是他也没有怎么慌 因为同样出身民主党总统 奥关海同志上线了 奥巴马和佩洛西 可以说是相互成就 在奥巴马任期内 佩洛西帮助奥巴马 推动了著名的医保法案 奥巴马也吹讽 佩洛西是最好演讲者 奥巴马上位的2008年 佩洛西已经快70岁高龄 有点萌生退役了 点丑着奥巴马连任成功 希拉里即将接棒 佩洛西也抢 干脆回家跳高尚鼓算了 结果半路杀出一个特朗普 击醉了佩洛西的美梦 佩洛西意识到 不行 退休计划得晚几年才能实施了 佩洛西和川普 两个人其实早就有个消极 早年佩洛西筹款时 曾经在朋友推荐下 和特朗普有个亲切会晤 因为川普在政治家眼中 就是一个人傻前途的地场爆发户 在佩洛西当选议长之后 特朗普还写信给他说 南希你是最棒的 没有人比你更懂当议长 哪知道两个人现在以这种方式 重新相聚 总之呢 因为川普 佩洛西决定回调一线 跟川普对着干 然后两个人究竟是怎么互相怼的呢 大家都知道啊 川普最重要的一个政策 就是造墙 在美国和墨西哥之前造一堵墙 而佩洛西就是针对这点 去攻击川普 比如说 佩洛西出现在川普的一次造墙会议上 这次会议呢 本来是川普和自己的几个幕僚聊天 为了树立形象 川普还留了记者在场 没想到佩洛西一上来 就跟川普针锋相对 这天大概是这么聊的 川普说 我们要造墙 佩洛西说 你根本就造不起 川普说 我一定要造墙 佩洛西说 你一分都不想得到 两个人吞着面红耳赤 最后川普小公主批上来了 丢下一句说 你信不信 我关凭政府 老毛身材的佩洛西开心了 穿着麦克斯玛尔大红风衣走出会场 戴着墨镜 一气风发 我们的卡姐描述这个画面说 佩洛西像遛狗遛了一样川普 你不是要造墙吗 我就让国会不批你预算 没预算 政府还怎么运转啊 川普无奈之下 只能宣布美国政府停摆 这也是美国政府历史上 最常的停摆 光这一项成就 川普就成了全世界的笑话 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 撤销了建墙项目 政府才恢复正常 2019年5月 在川普进行咨文演讲之后 佩洛西直接当场撕掉了川普的演讲稿 当时还被媒体扒出来一个小细节 其实佩洛西早就准备好撕了 你看演讲稿上面还有个口子 同年10月 在白宫会议上 佩洛西继续和川普吵得不可开交 佩洛西甚至站起来 指着川普的鼻子痛骂 而且他还把这张照片 设置成了自己的推特封面 2019年9月 佩洛西直接宣布将由自己牵头 开战对特朗普滥用职权的弹劾案 弹劾的主要点 在于川普利用自己的职权 要求乌克兰政府 调查拜登儿子 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 逃为拜登加一些黑料 这些事情被佩洛西抓住之后 弹劾案很快在众议院得到了通过 毕竟众议院是民主党的天下 但是参议院还是共和党的地盘 草案没有通过 不过佩洛西的目的 其实已经达到了 它就是让川普一点点失去声誉 说弹劾很搞笑 当时准备弹劾川普的时候 佩洛西签字 写一下就换一个钢币 总共用了30多个钢币 这个是弹劾过川普的钢币 没有人比我更懂如何弹劾川普 纯正董王周边 董王粉丝不来一个吗 在2020年开年 佩洛西又带着一个机会 继续恶心川普 这次是因为川普 下令击杀了伊朗军事首领 苏莱曼尼引起了国际震动 佩洛西第一时间站出来 撇清关系 说川普这个行动 没有经过国会批准 属于暂制行动 完全卖了川普 佩洛西已经让川普戴上了 平白美国政府 史上第三个被弹劾总统的帽子 又差点让川普成为 发动战争的罪人 所以说佩洛西的政治嗅觉之敏锐 手段之很辣 可见一般啊 川普被佩洛西 折腾得不要不要的 也不再给佩洛西留面子 大家都知道 川普有个习惯 就是给自己的政敌起外号 比如说拜登叫瞌睡桥 佩洛西也不例外 川普在推特上叫她 Crazy Nancy Crazy Nancy Pelosi's House Democrats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佩洛西在防疫方面 大马特朗普的共和党防疫不力 同时呢 二人关于疫情批款问题 还有大选问题 都在明争暗斗 火药味非常浓 后来 川普终于抓了佩洛西个把柄 研发数条推特 开佩洛西 说佩洛西去理发电时 而佩洛西你作为众议院议长 不是一直鼓吹说 要什么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吗 怎么你自己去理发都不戴了 你这个双标 骗子 道歉 后来没有办法 佩洛西只能出来解释 是我刚洗完头 还没来得及 你们这是陷害啊 说了这么多美国的事情 再来说说外交 对于中国来说 佩洛西绝对不是擅长 一直拿中国问题开刀 说什么美丽的风景线 大家都知道啊 没事就喜欢批评一下中国 佩洛西另外的政治黑点呢 就是一般政治人物 都会给自己搞二钱 佩洛西也不例外 比如说 Visa在08年的时候IPO 大家都知道 打心理是很难抽中的 买到就是赚到 但是佩洛西夫妇 以44美元的发行价 买到了数百万美元的Visa股票 就是在IPO两周前 众议院提交了一个 关于降低信用卡公司收费的提案 然后这些信用卡公司 肯定很不乐意啊 少赚钱了嘛 结果呢 在议长佩洛西 得到这些股票购买权后 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提案中 关于交易费的这个部分没了 这个时间点呢 就很巧是不是 然后Visa上升之后 股价大涨 佩洛西应该是赚了好几倍 好了 佩洛西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她的前半生是乖女儿 好妻子 大家相夫教子 过得安安稳稳 但是下半生却突然觉醒 在正谈大杀四方 可以说是非常传奇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听我们讲什么人物 可以留言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 如果大家不喜欢我们的视频 那请你好好努力 喜欢上我们